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關注澳洲導彈護衛艦強闖東海 被解放軍的093A核潛艇強勢驅逐 澳洲廣播公司7月13日報導 澳洲海軍的柏拉馬塔號導彈護衛艦 6月5日在完成對越南訪問後 前往韓國訪問時強闖中國東海海域 在這期間柏拉馬塔號導彈護衛艦 遭到中國海軍的驅逐 雙方發生了激烈互動 根據澳洲廣播公司的說法 中國海軍出動了052C型驅逐艦 093A商議核潛艇 這已經是澳洲媒體今年內第二次 主動爆出中國驅逐澳洲軍方作戰力量的事件 在此之前,澳洲媒體曾爆出 一架澳洲P8A反潛巡邏機 在闖入中國南海相關空域後 遭到中國殲16戰鬥機的距離 期間觸發了解放軍的殲16戰鬥機 放出薄條干擾彈 P8A反潛巡邏機 吸收了部分薄條 一名匿名的澳洲國防官員向澳洲廣播公司說 當中國告訴我們已經闖入他們的領海 正式的挑戰已經開始 不過澳洲國防部就並沒有公開這件事進行點評 顯示不想在這件事上影響目前中澳兩國之間的關係 澳洲似乎很難擺脫美國在亞太地區 壓制中國的馬前駐之餘 又不想和中國的關係繼續惡化 柏拉馬塔號導彈護衛艦 屬於澳洲澳新軍團級導彈護衛艦的7號艦 是澳洲和新西蘭聯合研製和生產 一共做了10艘 澳洲有8艘 排水量是3600噸 裝備了魚叉、反艦導彈 和改進型海麻雀防空導彈 整體作戰能力是弱於中國海軍目前裝備的 054A型導彈護衛艦 7月13日在中國西沙領海警告驅離 美軍本福德號導彈驅逐艦的 鹹陵艦就是屬於054A型導彈護衛艦 雖然柏拉馬塔號導彈護衛艦 裝備有主動升納和拖役陣列升納 具備了反潛功能 但作為一手2003年服役已經使用了19年的老艦 柏拉馬塔號導彈護衛艦想要發現 中國海軍093A商2核潛艇的難度非常高 因此如果澳洲媒體的說法是正確的 澳洲軍艦確實遭到中國核潛艇的 跟蹤、監視和驅逐 有機會是中國的核潛艇主動上浮 向澳洲軍艦示警 093型核潛艇是中國自行設計建造的 第二代核動力攻擊潛艇 水下排水量6,000噸 全長106米、新寬11米、潛艇最大潛艇400米 噪音量級別110分配、自主持航能力80日 093A核潛艇是基於093型核潛艇發展的改進型號 093A型核潛艇還裝備了英擊18型潛射反艦導彈 令核潛艇具備了立體打擊手段 可以對敵方水面大型驅逐艦造成威脅 093A不單是中國海軍第二代核潛艇的主力軍 更可能會承擔著傳說中的第三代攻擊型核潛艇095型的部分指系統 進行技術驗證的任務 093型核潛艇的服役縮小了中國和世界先進核潛艇的性能差距 令中國真正擁有可靠性高、水下航速快、支持力長、隱蔽性好、打擊威力大的攻擊核潛艇 對於提高中國海軍作戰能力、改善中國國防安全 以及應對國際安全形勢有重要作用 在1974年至1991年中國共建造了五艘091型核潛艇 目前至少有兩艘091型核潛艇已經確定退役 093型核潛艇已經取代了091型核潛艇 並成為中國海軍目前唯一的多用途核潛艇 尤其是093G核潛艇出現後 中國核潛艇的戰鬥力就大大增加 儘管093G核潛艇的擁有強大的實力 但目前中國已經有了另一個將來取代093型核潛艇的新項目 就是095型核潛艇 095型核潛艇的出現可能將會改變中國在核潛艇上 上期處於美俄追趕者的形象 然後看看會發電能儲能 湖北首個零碳村莊即將問世 一個人口1,700多人的普通村莊 一年的碳排放量有1,000多噸 通過減碳措施 能不能將它變為零碳村呢? 在湖北大吳苑新城鎮洪泛村就正在建設湖北首個的零碳村 零碳村並不是說一點碳排放都沒有 而是通過電能替代 使用新能源等措施 令到村莊的減碳量可以抵消碳排放量 如果減碳量多於碳排放量 甚至可以做到是撫碳的 自從2015年 國家電網駐村工作隊進駐以來 6年的時間裡 他們結合雄泛村、四面橫山、植物覆蓋密度大的特點 利用山場、臨地來做減碳 國網湖北電力駐村工作隊的隊員介紹 他們為村裡建造了裝機容量281千瓦的光復電站 並為逆地扶貧、搬遷點41戶人家的屋頂上 裝上了總容量81千瓦的光復板 在村民化廣場旁邊還有3台總裝機 15千瓦的垂直續風力發電機 只需要微風就可以轉動發電 最特別的是在村委會門口 一座風、光、柱、充一體化的新能源汽車充電站 充電站的頂端是一塊24.84千瓦的光復板 它發出的電可以供應3台60千瓦直流電充電裝 和3台7千瓦交流充電裝 平時它為村民的新能源汽車充電 沒有電充電時電能就能儲存在裝置中 可以儲存200千瓦時電力 光復板、光復電站、風力發電機、 生能源汽車充電站 為紅泛村提供了源源不絕的生能源電力 極大便利村民的生產生活 用不完的電還可以上到電網供應給村外用 村民從中還可以獲得收益 村民就形容曬著太陽就能將錢賺回來 在村口金嶺示範區中心小學 校舍的屋頂也裝了光復板 學校廚房的器具全部都是電氣化 不單方便而且省錢 小學校長李陽就說 歸食堂用煤來做煮飯 改用電後一年能夠節省14000元支出 用上了新能源發電神器 減碳效果又如何? 在排放方面2021年紅泛村 二氧化碳的總排放量大約1080噸 而減碳方面去年全村的二氧化碳 減排量總共是474噸 其中光復發電項目 二氧化碳減排164噸 佔比34.59% 而臨地吸收二氧化碳量310噸 佔比65.41% 兩箱抵消全村去年 實際二氧化排放量606噸 但要達成零碳 還至少需要擴建968千瓦減碳的裝置 今年之內裝機容量一兆瓦的方波光復 和屋頂光復項目將會投用 不僅實現零碳還要力增實現負碳 工作隊後期將會根據實際的需要 擴建新能源發電項目 和建設沼氣回收利用裝置 以減少琴速糞便引起的甲苑和氧化碳量 和氧化碳量排放 並深度開發林業探匯等 最大程度吸收二氧化碳 然後看看15隻世界最少的猛琴 同時亮相創了世界紀錄 生態攝影師6月30日 在雲南省螢光園境內 拍攝到12隻國家二級重點保護動物 紅腿小准同框的珍稀畫面 加上旁邊的三隻 當日一共觀測拍攝到15隻的紅腿小准 擦身國內這種物種同時出現的記錄 紅腿小准外形有點可愛 喜歡在群體集群活動 攝影師在螢光園、紅崩河區域 經常看到他們一起冷洋洋曬太陽的場景 但他們是世界上最少的猛琴 體型和常見的麻雀差不多 但異常兇猛 能夠捕食和自己體型差不多的料理 不過通常他們都會捕食 蝴蝶、蜻蜓或其他更容易到手的昆蟲 紅崩河流域屬於熱帶季的雨林 濕熱的氣候造就了這裡豐富的動植物資源 所以紅腿小准吃完可以說是豐富 衣食無憂 有大把時間在枝頭換灑和黑眼睡 而這個區域也是目前國內唯一可以穩定觀測 拍攝到這種物種的地方 接著去北京看看 北京的超市出現了天價的荔枝 全部已經賣光 近日北京一間商場上上架了 1049元人民幣一斤的荔枝 再次引發了熱意 被網友稱為荔枝赤下 7月14日媒體去到這間超市 發現這個品種的荔枝 每顆價格大約60元左右 上架兩天已經賣光了 7月14日上午11點多 媒體到北京朝陽區的SKP商場 地下一樓的超市看到 貨架上擺滿了五、六個品種的荔枝 單價從59.9元一斤到699元一斤不等 價格最高的冰例一盒大約17顆 每盒的價格大約700元左右 不時都有顧客選購 媒體走了一圈 並未看到天價荔枝增成掛錄 水果區的銷售員說 賣光了,今天已經沒有了 增成掛錄品種的荔枝 此前只是上架兩天 受到不少顧客的喜愛 目前已經斷貨 銷售員說增成掛錄這款荔枝 產自廣東 都是採摘後空運到北京 能保證新鮮度 另外這種荔枝的口感是Q彈 甜度亦比其他荔枝高 因此價格亦更貴 一盒大約1000元左右 最便宜也要900元 一盒大約有15至20顆 平均下來一顆的價格大約60元左右 根據內地傳媒的報導 2002年廣州增成 一顆增成掛錄荔枝 拍出了55.5萬元的高價 成為了當時全球最昂貴的水果 入選是建立時紀錄大傳的 大家好,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巴士的布推出的一個新服務 石樓台 石樓台提供獨家的內容 給我們忠實的觀眾 訂閱石樓台 另外每天不用港幣兩元 就可以看到我陸英雄 你和巴士的布團隊 和其他名家提供的獨家內容 不過我們在YouTube頻道的節目 是不會減少的 希望你們能夠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 點擊石樓台的連結 就可以瀏覽到石樓台的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的內容 另外也可以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到巴士的布的網站 也可以找到石樓台 請大家去石樓台看看 多謝大家支持 多謝大家,多謝大家